大家好我是陳子千律師 今天是2024年3月7日星期四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宗 大陸遊客在香港的海灘 肆無忌憚地 搭著一位穿著比堅尼的外籍泳客 女泳客拍照 我會跟大家講一件事的來龍去脈 為什麼我要罵他們 以及有什麼法律的分析 究竟他們有什麼犯法 我也會再講 好我們立即開始 事緣是這樣的 在昨天網上就流傳一段短片 影片裡面就是看到有一位內地的男遊客 就強行地要求一位穿著比堅尼的外籍 女泳客合照 以下下來我就會稱呼這位 女泳客做美女泳客 然後那數位大陸的男遊客 我就會叫他做大陸戰男 在影片所見 這位美女泳客 其實都很不願意 但是 其中一位大陸戰男 還要強行地伸手 去搭著 擁著這位美女泳客的 肩膀 強行合照 當美女泳客 以為已經拍完照 終於脫爛了 這班大陸戰男會離開的時候 誰知 有另一位 大陸戰男 又想 強行合照 雖然 美女泳客已經是肆意拒絕了 但是 這位大陸戰男就更加過分 竟然把手 擺在 這位美女泳客的後背 繼續 不理 反對 強行合照 到這裏 這條片就結束了 當網友看到這段短片之後 全部都一致同意 這班大陸戰男根本就是性騷擾 非禮美女泳客 美女泳客應該立即報警 找警察處理 以及網友都一致罵這班大陸戰男 以下我會先講一講我自己的意見 當然我認為這班大陸戰男是完全非常不對 是影衰了我們的中國人 我相信 大部份的我們的內地同胞都是有禮貌 還有 是有文化的 但是這班大陸戰男很明顯 就一小撮人 就令到 外籍人士覺得我們中國人全部都是沒有禮貌 沒有文化 是示意去非禮的 絕對是非常之有問題 其實那位美女泳客是應該立即報警處理的 真的影衰了我們的中國人 其實在我之前的影片都講過 我們是歡迎內地同胞來香港旅遊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 我們絕對是應該把關好一點 我們是不需要一些低端 和沒有文化的 大陸同胞來香港旅遊的 其實任何國家都不會 歡迎一些低端和沒有文化的人 來到他的國家旅遊的 說真的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 把關多些 就不要讓這些事情再發生了 好像特種兵 或者各樣那樣那些 那些強行影相的人 就應該拒絕 應該有一個黑名單 列入他們在裡面 讓他們永遠都不可以來香港 我也是這樣看 各位網友 又同不同意的說法呢 有什麼看法呢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我都會逐一回應的 好了 以下我會講一講 非禮的法律條文 若那位美女泳客是有報警的話 警察又來了的話 是極之有可能的 警察是會拘捕這幾位大陸戰男 以及控告他們 猥蝕侵犯罪 猥蝕侵犯罪的 定義是怎樣的呢 只要涉及身體接觸 就已經可以構成這條罪行 很明顯這幾位大陸戰男就已經犯了罪 因為他們已經是視意地碰過 美女泳客的肩膀和後輩 而一經定罪 最高是可以被判監禁十年 其實罰得很重 所以各位網友就要小心 在泳灘上就不要視意地 像這幾位大陸戰男那樣 踏一些女生的肩膀或者是 碰一些敏感部位 基於在海灘上 時常都有這些非禮案件 所以在外國 都有很多國家是有一些 規條在海灘上 泳客要遵守 例如好像法國那樣 在去年推出了一個 手機應用程式 目的就是 製造一個 更加安全的海灘 只要受害者或者目擊者 發現海灘上有 性騷擾或者 性暴力的事件 性侵犯的事件 只要他們按一按 應用程式 就會立即有 受過特別訓練的人員 抵達現場 幫助受害者 其實我覺得這是絕對有用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外地 很多是 無上莊的海灘 或者是 很多美女 很多戰男都會想去示意 偷拍 或者甚至去做一些 性侵犯 性騷擾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手機應用程式 絕對有幫助 是好事 除了有這個 防性騷擾的 應用程式之外 法國也有提倡過 向 適郎 發出牛肉肝 但是我個人的意見 覺得 牛肉肝是絕對不夠的 因為只是罰錢 說真的 太輕微了 如果是有性騷擾的罪行 是應該立即報警 或者是找一些 好像法國那樣 有專業的人員立即 執法 處理 立即要拉 防止 戰男 繼續作惡 其實很多網友都問 為什麼這位美女泳客沒有報警處理呢 可能他是比較臨善一點 或者根本 當時是很害怕 不知道怎麼做 就沒有報警處理 其實 這也是不對的 我個人認為 將來如果有女士 遇到這些不幸事件 是要立即 報警處理的 以及你們可以用手機反拍 這些戰男的樣子 可以留下紀錄 立即找警方處理 如果你看到他是反拍他的話 這些戰男應該就不敢那麼猖狂 還有除了沙灘以外 其實 另外一個時常會有色狼出沒的地方 就是地鐵 所以各位女士 記住 如果 在地鐵上 或者任何地方 覺得有色狼 覺得有人被侵犯的話 就記住立即 要報警 是的 就不要等那些色狼 可以那麼猖狂 還有 我奉勸那位男士 在任何地方侵犯女性 都是錯的 我都在這裡呼籲 各位男士 千萬不要做這些 那麼缺德的行為 好了 今天跟大家說這件 令到我很憤怒的 沙灘 非禮事件 就到這裏 各位網友 有什麼看法呢 都可以留言 在下面告訴我 我都是逐一回應的 最後 如果各位網友 覺得這條片 是我說得對 罵得對 以及有養份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 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至五 每日一片 和各位說一些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一些軟性新聞 一些騙徒的最新 欺騙手法 以及 各位網友 如何防止受騙 最重要 就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和各位說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讓大家不會誤墮法網 多謝大家 請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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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